檢視器拍下一名婦人 一邊講著電話 一邊在超商門前來回走動 看起來十分著急 原本要走到ATM前匯款 又突然走上櫃台 她就一直叫我們不要講話 然後她就示意說要逼根子 原來婦人在紙上寫著 我被勒索了 交給店員後又走到ATM前 但似乎因為不太會操作 因此耽擱了些許時間 我們看到這個張紙條之後 我們就馬上把她報警 原來老婦人接到一通電話 話筒的另一方不斷傳來哭鬧聲 對方表示她的孫子 欠了地下錢莊80萬元 要是不立刻匯款 就要將她的孫子斷手斷腳 老婦人心急如焚 急著要把錢轉出去 她當下其實她是非常驚慌的 我們來跟她安撫她的情緒之後 她才慢慢接受我們警方的說法 還好超商店員急警報警 警方也及時到場告知老婦人 這就是詐騙老梗 接著棒棒確認在學校讀書的孫子 人根本沒事 婦人這才鬆了一口氣 也沒讓歹徒得逞 記者張俊惠審判家台北報導 這下 Greek影製石 透露篪圓圍 immunee 感谢观看